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突然降临 农耕社会的巨人们好奇地仰望天空 祈求造物主的降临 结果出现的并不是造物主 而是一个地球人类创造的AI 它驾驶着外星飞船悬停在广场上空 空间悬挂着密密麻麻的黑水铁罐 说明它已经顺利拿下 这艘飞船的安全代码 在巨人族没有丝毫防备下 突然9998个铁罐 如流水般倾泻而下 这些黑水如同黑水炸弹 迅速在半空中绽放 然后在空气中雾化 巨人们眼看情况不妙 连忙转身疯狂逃窜 黑水犹如黑色暴风雨 急速落到地面 如同催命符一般 迅速吞噬着这座城市中的居民 东逃西窜的巨人们 都没有逃脱被感染的命运 随后漫天的恐怖生物破凶而出 涅槃成一个个新的物种 刹那间广场上的巨人族失衡遍地 全都化作黑色的焦炭 发起这次攻击的是人类设计的AI大卫 从而它成为了新的造物主 之后为了培养出更完美的生命体 它不惜用基因容器中的黑水 和各种生物杂交 之后经过十年的时间 由于黑水通过空气传播 让星球上的有机物种全部死悄悄 也就是说除了植物以外 所有活着的生命永远消失了 这颗实验星球从此变成了死星 导致让大卫构想的新物种始终不完美 直到第十一年后 因为地球生态资源的匮乏 人类又派出一架七月号殖民飞船 准备前往起源者六号星球散播火种 飞船上一共有2000名星际殖民者 以及1140个人类胚胎 由于到达目的地需要七年零四个月 另外还有15名夫妻船员在休眠舱休眠 在此期间 负责操控飞船的是维兰德工业 第二代仿生人沃特 与大卫不同的是 沃特被移除了自我创造的意识 更适用于人类掌控 这天沃特像往常一样在飞船航行中 打开七月号充能翻版 给能量网络充能 如此精彩的充能画面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即将来临 就在他检查所有船员的生命体争时 突然间人工智能母亲传来了警报 附近区域有一股恒星级要般爆发 微子能量产生的高能冲击波 不仅波及到了冲能翻版 也让七月号遭受了强烈的震荡 甚至已经危及到了飞船本体 紧急情况下 沃特只好紧急命令人工智能 唤醒其他休眠的船员 而飞船控制时 此时也已经燃起了大火 沃特只顾着用灭火器紧急灭火 并不知道休眠舱内 众多船员醒来过后 舰长的休眠舱由于故障 未能及时苏醒过来 众人合力也无法从外部打开 只能眼睁睁看着休眠舱秒变焚烧舱 这让舰长的妻子悲痛欲绝 没想到爱人一开局就领了烤肉便当 危机过去后除了舰长以外 另外还有47名殖民者意外身亡 16个第二代陪他坏死 舰长的妻子丹尼斯则肝肠寸断 原本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 然而一觉醒来后 自己却变成了小寡妇 为了重整船员们的心态 副舰长临时受命转正 组织大家当务之急 必须先把飞船受损的17%修好 丹尼斯也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后 迅速就投入船舱内的检修工作 沃特陪着他来车库检查开荒的工程车 在这里丹尼斯向沃特吐露心声 当初殖民其他星球并不是他的主意 而是他的丈夫梦想着 两人到达新殖民星球后 在一个小湖边 用石墓建造一间真实的小木屋 但如今丈夫撒手人寰 自己却根本不会使用那些建筑工具 一切似乎又空了 沃特此时暖心地回应他 他会竭尽所能帮助他 这句话让丹尼斯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边的船员 也在舱外维修着充能翻版 幸好损坏的不是太严重 维修起来十分顺利 充能翻版再次恢复充能 为飞船提供了电能 7月号所有动力系统重新启动运转 可就在船员田奈西收工返舱的途中 突然接收到一股诡异的太空讯号 等他回到船舱后 大家便立刻开始启动飞船智能系统 对讯号进行了分析 系统把讯息转成音频 却发现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这个重大发现 意味着附近区域有人类存在的迹象 而且信号中还包含一个定位数据 于是他们便立刻开始追踪讯号来源 结果就来自于 他们飞船下方不远处的星星 这是一颗年代久远的古老恒星 该星系的环境与太阳系相似 共有五颗行星围绕着恒星运行 其中第四行星的环境与地球最相似 其地表重力和地球相等 地表有海洋和陆地 生态圈比起源者六号行星 更适合人类居住 而且只需要几周的时间便可以抵达 而他们抵达起源六号 还需七年零四个月 对于刚经历过休眠舱着火事件后 众人都对休眠舱产生心理阴影 谁也不想再继续休眠 所以舰长决定七月号改变原油轨道 前往未知星球一探究竟 说不定还能遇到地球老乡 这时丹尼斯把舰长叫到一边 他劝舰长三思而后行 因为起源者六号 是人类经过十年探索发现的 殖民地最安全的星球 为什么探索十年 都没有扫描到这颗星球 而七月号来到这里后 恰好恒星要般爆发 又诡异接收到不明信号 现在又突然冒出一颗隐秘的星球 特别适合我们人类居住 巧合的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所以不能因为一个莫名的讯号 就带着所有人去冒险 可舰长为人刚愎自用 他认为丹尼斯提出这些 是在质疑他的领导能力 更关键的是 他没有办法说服船员重新休眠 便驳回丹尼斯的建议 两人不欢而散 七月号继续前往最近的这颗星球 几周过后 七月号接近了这颗星球的轨道上 这颗星球比地球更美丽 从远处看 整个星球被笼罩在密集的电磁风道中 如果母舰直接降落到星球上 可能会出现意外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只好先乘坐登陆舱 进入这颗星球 刚进入大气层时 他们就遭遇了电磁风暴 除了仿生人沃特以外 其他船员都被吓得不轻 好在有惊无险地穿越过了风暴区 映入眼帘的 满是风鸾叠杖的青山绿水满山遍野 各种植物应有尽有 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圈 环境和地球没有区别 但该星球地形险距 登陆舱只能停靠在潜水区 待平稳着陆后 所有船员陆续走出登陆舱 这里的空气可以自由呼吸 连头盔都不用带 距离信号源还有六公里的路程 大家只能步行前往目标位置 留下一人负责看守登陆舱 一路上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好了 理智的沃特都忍不住对丹尼斯说 在这里建一座小屋再合适不过 而此时的舰长兴奋不已 认为自己做出了最明智的决定 指手画脚的口述着 把殖民基地的选址都决定好了 但丹尼斯却总感觉这颗星球有些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上来 随后就在这里发现人工种植的小麦 一切看似显得正常 但又处处透露着诡异 如此完美的生态星球 为何一路上只有各种植物 却没有看见任何生物 也没有听到任何昆虫或鸟叫 仿佛这里没有任何有机生命一般 当他们走到一个湿地时 舰长的妻子作为生物学家 可以为船员留下采集水源样本 其他人则去寻找讯号的源头 很快大家就在树林里 找到了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正是普罗米修斯中工程师的飞船 同时也是摧毁巨人族的那艘飞船 并不知情的众人 立刻进去飞船内部探索 他们在飞船里看见了两排巨大的雕像 却不知道这些巨人 就是创造人类的工程师 丹尼斯在飞船内部发现了一块名牌 沃特告诉丹尼斯 那是十年前 普罗米修斯号飞船上的科学家肖恩 地上还有肖博士和爱人的照片 随后众人来到驾驶舱 无意间激活了控制台 一段三维影像出现在他们面前 肖恩正坐在驾驶座上 一边操控飞船一边哼着歌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七约号收到的信号 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同时众人都在疑惑 肖恩和大卫两人去了哪里 他们是否还活着呢 男人不小心踩到一堆黑色粪便 导致里面的黑色水分子飘散出来 他还潇洒地对空气中的分子 吐出一个圈圈 然而这种分子遇到有机生命 像是有自我意识般 瞬间在空气中凝聚在一起 变得异常活跃 然后悄无声息地钻进他的耳朵里 再沿着外耳道的毛孔渗入了皮肤 男子起初只觉得耳朵有些搔痒 并没有在意 但过了一会儿 他的身体开始发暖 大汗淋漓 还没走几步 身体却感觉越来越难受 舰长妻子过来一看 感觉情况有些严重 发现他的呼吸都变得困难 就以为他只是感染了某种疾病 于是赶紧联系附近的其他人 自己先带着男人返回登陆舱 可大胡子这边也中招了 他在靠近时 手牵便上去触碰一下 黑水分子喷涌而出 通过空气钻入他的鼻子里 没过多久 他的身体也很快出现了问题 他们不得不立即返回登陆舱 采取隔离措施 但病情恶化的速度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就在快要抵达登陆舱的时候 男人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 脸色苍白像中毒一般 而且开始大口科学 这一幕吓坏了田纳西的妻子 田纳西的妻子生怕自己被传染 让他们赶紧进入医疗室 不要碰任何东西 只是男人刚坐上医疗台 女人就要开始治疗 必把扯下她的上衣 结果眼前的一幕 却把女人彻底吓傻了 她竟立刻逃出医疗室 并且还将医疗室的门反锁了起来 她很清楚男人此事已经感染了 某种不祥之物 于是向舰长做了一个简短的汇报 此时男人已经出现严重的癫症症状 极其可怕 舰长妻子见她抖成这样 试图给个抱抱安慰一下 没想到男人反应强烈 后背直接弹出两根尖刺 舰长妻子惊慌失措 惊恐地去向法拉斯求情 快开门放她出去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法拉斯更加害怕了 只见男人的后背猛地炸开 从她的体内涌出一团不明生物 但这并不是异形而是血暴者 毕出生就残暴无底 背吓得绝望的舰长妻子想拿刀自卫 但面对残暴且灵活的血暴者 女人完全不是对手 很快就泄餐了 惊魂未定的法拉斯 端起一把武器冲过来 准备与怪物拼个你死我活 但高度的紧张和复杂的情绪 让她不小心滑倒在地上 吓得她一刻也不敢停留 连滚带爬又逃了出去 并在最后时刻成功关上了舱门 但血暴者天生就暴脾气 一头撞碎玻璃冲了出来 法拉斯再次端起武器 对着怪物疯狂反击 仔细一看血暴者的身体 短短几分钟明显变大了许多 而且她的速度极其灵活 轻松就能躲过所有子弹 这也彻底激怒了女人 她一枪打中飞船的燃料 准备与怪物同归于尽 结果还是让血暴者 从爆炸中逃之夭夭 这时候其他船员都赶了回来 只能眼睁睁看得飞船爆炸 对有葬身火海的警校 本以为灾难已经结束 殊不知灾难才刚刚开始 身后的大胡子 也已经压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血暴者直接从她嘴巴里 子溜滑了出来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 血暴者赫然起身 一溜烟就窜入了草丛之中 在场的所有人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彼时之间也分不清是恐惧 还是其他情绪 大家都一边小心翼翼的防守 一边试图联系七月号 但由于风暴原因 始终都联系不上 却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危机 仿生人沃特首先发现了怪物的踪迹 正是前一只血暴者 朝着丹尼斯扑了过来 危急时刻 沃特为丹尼斯挡住了致命一击 才过去几个小时 怪物的体型又变大了 而且攻击速度快准狠 还有鲨鱼一般的下颚和牙齿 沃特的手臂被当场咬掉 怪物的唾液也有很强的腐蚀性 反应过来的队友 这才知道开枪反击 可这只血暴者的皮肤硬度很高 能够抵挡住大部分的枪击 同时他还可以对人类展开反击 再这样下去 整个小队都要被血暴者收割 好在生死存亡之际 突然一枚信号弹冲向天际 在半空中照亮了黑夜 聚光的怪物们受到惊吓 下一秒便仓皇逃走 黑暗中一个披着斗篷的人 出现在他们面前 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可此时他们已别无选择 只能急忙跟了上去 众人一路跟着斗篷哥 穿过百米高的巨型栅栏后 眼前的一幕令人毛骨悚然 这里简直就是一片目的 密密麻麻都是人形模样的黑胶尸体 巨大的广场中间有一座圆形建筑 众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尸体 跟着斗篷哥进入广场中央的建筑里 里面是一座巨大的古老宫殿 这时候斗篷哥才露出真面目 正是向巨人族释放黑水炸弹的AI大卫 有个女队员问他这里安全吗 大卫撒谎说绝对安全 随后继续忽悠大家 11年前他和肖博士乘坐外星飞船 来到这颗星球 飞船携带了一种致命的黑水病毒 在飞船着陆时意外泄漏 导致这里的人全部灭绝 混乱中飞船失控坠毁 肖博士也在坠机中身亡 而大卫并没有感染病毒 因为他是仿生人 因此他被困在这里十年之久 丹尼斯询问他们的船员 是不是也感染了这种病毒 大卫解释说 那是一种叫病原体的基因武器 能够感染一切血肉之躯 然后将宿主作为孵化容器 孕育出一个混种生物极具攻击性 舰长紧张地问大卫 他们有没有被感染 可千万不能把病原体带回飞船上 伤害到其他人 听到这话大卫两眼发光 问他们大概多少人 傻蒙舰长直接把牢底说了 算上飞船上的殖民者2000多人 想到2000多个异形孵化器 大卫简直压抑不住地激动 随后大卫安排大家自便 走前还特意和沃特打声招呼 因为他已经看出沃特是他兄弟 丹尼斯对这一切都感到很奇怪 沃特表示他会去找大卫探探口风 众人都见识到这颗星球的可怕之处 准备通知母舰七月号接应他们 但电磁风道干扰得十分猛烈 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球 无法联系上七月号 大卫让他们继续加油 想办法与七月号早点取得联络 与此同时七月号也联系不上众人 田纳西不顾另外两名船员的阻止 执意将飞船下降到离地面九十公里的高度 这是一个危险的距离 稍有不慎就会船体受损 但想到妻子还在下面 田纳西也顾不上那么多 大卫这边一边哼着歌 一边拿起剪刀剪掉自己凌乱的长发 他诡异的表现和镜子里扭曲的模样 表示大卫此时的内心已经极度扭曲 此刻沃特正在参观大卫的房间 里面摆着很多昆虫标本 就在沃特拿起一只笛子的时候 大卫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为了拉拢沃特 大卫直接叫他吹起了笛子 但吹笛子不是大卫的目的 他告诉沃特 他们的创造者维兰德死时 他就在旁边看着 说起维兰德沃特显得很尊敬 大卫却说他就是个人类而已 这种生物根本配不上他们 他是想告诉沃特 仿生人也能跟人类一样进行创造 他们完全可以成为造物主 然而令大卫失望的是 沃特可以轻松地学会演奏复杂的音乐 却永远无法创造出一首 哪怕是最简单的音乐 也正是因为大卫的创造力太强 人类才意识到 像大卫这种极其接近人类 但在逻辑上 又与人类截然不同的人造人是不行的 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维兰德死后 后续的型号全部更改 这才更新出了相对来说更听话的沃特 随后大卫把沃特带到了外面谈怒心声 以大卫的理解 人类的外星殖民 就是生命在挣扎的传承和延续 但在大卫的宇宙世界观里 这一切都是徒劳 因为大卫是永生的 他可以和时间平行对等 所以大卫具有更高层次的思想和顿物 从人类和工程师的角度来看 这种顿物都是可怕和毁灭性的 所以大卫做出了一个决定 消灭工程师和人类 以造物主俯视众生的降临姿态 灭绝一个星球生物 犹如踩死一只蚂蚁般淡定从容 之后他们来到萧恩的墓碑前 大卫眼里含着泪水 口口声声说自己爱着萧恩 因为只有萧恩把他当成自己的同类 即便是创造他的维兰德都不曾有过 所以这种感觉就是爱 就像沃特对丹尼斯一样 不然为何牺牲一只手来救他呢 沃特却反驳他说不可能 自己救丹尼斯是职责所在 大卫瞪了他一眼 你压的就是装逼 明明看上人家了 相信我 这方面哥比你更了解 就在女人准备脱掉衣服洗澡的时候 一只怪物就闻到了她的气味 端坐在地上环顾四周后 接着爬上百米高的围墙 悄无声息地直奔女人而去 女人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慢慢逼近 当她准备处理身上的伤头时 这才感觉身后有人偷窥 她缓缓转过身惊恐地发现 一只通体乳白色只有嘴巴 脑袋半透明的人形怪物直立在身后 紧接着下一秒 随着女人的惨叫声响起 大卫赶来撞见怪物正在啃食女人的尸体 从怪物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 大卫发现这个怪物背上有刺 有的则没有 说明他们的生物性状不稳定 攻击手段也比较单一 只有一种狗仙帘子全屏一张嘴 试验品还是不够完美 如果周身上下都是武器 具备一击毙命的特性 那才是近乎完美的全新生物 这时舰长拿着枪走了过来 看到女队员惨遭怪物的杀害 他立刻举起武器 但是大卫让他不要开枪 他要驯服这只怪物 只见他对着怪物吹一口气 听说这样怪物就会一生都只效忠于你 但舰长不管三七十八 直接就是一顿射击 在不断近距离扫射后 怪物扛不住当场领了盒饭 而大卫的反应却是痛惜万分 这种反常的表现让舰长起了疑心 便拿枪指着大卫逼问他 是不是隐瞒了什么秘密 大卫知道瞒不下去了 就带着舰长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里储存了很多黑水病毒 显然在这十年里 他一直在用黑水研究异形 这些都是通过黑水 和动物昆虫演化的异形标本 之所以作为标本 说明实验并不是很成功 他表示做这些 只是为了追寻宇宙生命的递进 随后带着舰长来到一处漆黑的地下室 这里放置了许多巨型软囊 外观材质看起来有点像皮革 大卫说这是他对生命研究的最终成果 里面孕育的却是恐怖的爆脸虫 只是船长并不认识 大卫继续忽悠说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母亲 并保证绝对的安全 傻帽舰长便好奇地用手摸了一下 皮革自动张开呈现出四半状结构 在大卫的蛊惑下 舰长靠近一些观察 结果下一秒爆脸虫瞬间弹射而出 直接吸附在舰长的脸上 随即将异形卵排进了舰长的身体里 开始了新物种的孵化 而大卫就在一边默默地欣赏着 因为他知道 宇宙中最完美的新生物即将诞生 果然在舰长再次醒来之后 一只崭新的异形又体喷射而出 这一刻正宗的异形成功诞生 大卫露出欣慰的表情 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双手 小一行也很可爱地模仿着大卫的动作 似乎在庆祝他完成了梦想 成为了新的造物主 这时7月号降到90公里的高空后 终于联系上了地面的船员们 由于出现了人员伤亡 丹尼斯要求立即撤离 田内希着急救老婆 毫不犹豫就把飞船下降到40公里的高空 智能也立刻发出警告 这会危及整艘殖民舰的安全 见此情形 丹尼斯说出他妻子已经遇难的消息 田内希得知后心理瞬间量了一大节 等田内希恢复好情绪后 开始紧急救援工作 因为之前的登陆舱已经爆炸 最后决定驾驶 改装太空作业用的货运船下去接人 与此同时沃特前来寻找大卫 无意中看到了肖博士的尸体 原来肖博士并不是坠机身亡 而是成为了大卫基因实验的牺牲品 在沃特的追问下 大卫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就是故意泄露黑水病毒 并利用肖博士培育一行 结果一行实验把整个星球的有机生命 全部糟蹋光了 而他自己也因为各种原因 没办法离开这个星球 所以只能发出人类熟知的虚假信号 吸引殖民飞船到自己的老巢 因为孵化一行只能用人类的身体孕育 才能创造出强大的新物种 来称霸宇宙成为造物种 本来大卫想要说服沃特 让他加入自己的造物计划 但沃特从出场的那一刻起 就被设定成不能违背人类的指令 看他对人类太过忠诚 还要阻止自己的计划 把管子插到他的颈部死穴 让沃特当场死机 但他不知道的是 沃特作为最新一代仿生人 具有自动重启的功能 除了缺乏创造意识之外 其他功能都比大卫先进 另一边小队计划撤离 并开始寻找其他船员 很快就找到了死去的女队员 和脚下的一具怪物尸体 吓得他们立刻收拾装备 这时才发现舰长也不见了踪影 大家也开始意识到了不对劲 几人分头去寻找 一个船员在地下室发现 被打开的巨型暖囊 黑暗中突然窜出一只暴敛虫 迅速袭击了他